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讓你變成立財Superman 今天的台股依然維持一個大震盪的格局 那我相信在前幾天的節目 包含上個禮拜的節目 我們都已經先幫大家預習了這一段行情 它到底會怎麼走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股這樣子上上下下 然後昨天的美股也是上上下下 我相信大家不會感到意外 這個就是我們做節目的目的 因為當你已經知道了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是未來的情境 有哪些可能的狀況 因為你已經預期到了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感到特別的意外 那當然你也不會跟著市場一樣這麼的悲觀 這就是我們做節目的目的嘛 因為通常大家會覺得對於行情感到很害怕 或是感到很悲觀 就是因為它的走法不如你的預期 因為你沒有想過嘛 你沒有想過台股為什麼會在昨天的時候破底 那為什麼台股在今天的時候又會大漲一百多點 那當你沒有想過的時候 行情居然在這個時候出現 那你一定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嘛 我們通常會有一些意外的情緒 就是有一些沒有預期到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做節目的目的就是要幫大家把這些最多有可能發生的這些事件 大家都稍微聊一下認識一下 你只要熟悉了你就不會覺得這個地方怪怪的 因為你已經先知道了嘛 那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是對你有幫助的 那就是麻煩大家啦一樣花0.4秒來幫我們點一個讚 今天的節目一樣是要來跟大家討論接下來的行情看法 所以這10月的時間已經來到了尾聲 我們很快就要迎接11月 那我認為11月份是一個蠻值得期待的月份 為什麼?我們後面來講 首先今天的標題直接下得非常的清楚 叫做黎明前的夜最黑 這句話不能亂用 這句話不能亂用 你不能從18000點或15000點修正下來的時候 每一天都告訴你黎明前的夜最黑 因為這個夜會黑很久 但是我們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把這句話拿出來用 因為太多投資朋友太悲觀了 我們接收到了投資朋友的這些訊息 都是覺得 啊老師這個地方是不是會一直破底啊 老師這個地方是不是會一路跌到萬點之下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不要這麼悲觀 我認為啦熊市反彈終將會出現 而且這個出現的時間點不會太遠 不會太遠 那交易策略上面的話 有在我們Telegram 或者有在我們Line群組裡面的投資朋友 你會非常清楚 雖然我告訴你說黎明前的夜最黑 我也認為熊市反彈會出現 但是我沒有要你把你百分之百的資金all in 拜託大家啦 當作我拜託大家不要all in好不好 因為現在的行情就是這麼的震盪 我也不希望你受傷 那你在這邊隨便all in 不管是做多還是做空 你都會很痛苦喔 真的啦 你看今天早上台股好像很弱要破底的情況之下 你去追空 欸你馬上就會被尬 台股指數是可以漲100多點的耶 那這一段的行情變化或走法也符合我們 之前在群組裡面跟大家分析的嘛 在節目上面我們也講過了核心的交易組織 叫做大震盪 我昨天講了很多次的大震盪 我希望大家有放到心裡面 至少你就想說 每天看季老師的節目 有被洗腦的感覺 就算你看完整個節目以後 你對那些經濟數據啊 還是對於整個股市的交易邏輯 有點無傻傻聽不懂 但至少你在你的腦海裡面有一個聲音 叫做大震盪 那如果你今天知道了 行情是會走大震盪的情況之下 欸那今天這種走法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們不能把資金all in 那你只要資金不all in 你手上留有現金 你在未來就有機會啊 OK 所以這些我們過去一貫以來的邏輯 我相信有持續 每天準時收看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音樂都非常清楚 有啦 最近我們看得到影片的下面 有很多投資朋友 真的是有準時在看我們的節目 那很感謝大家啦 因為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是 希望能夠幫助到投資朋友 那如果你能夠每天收看 然後每天幫我們點贊的話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好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美股 大漲 昨天晚上的美股 為什麼會大漲呢 就是因為財報 美國在這邊開出了非常漂亮的財報 哪幾間公司 第一間叫做可口可樂 第二間叫做通用汽車 這兩間的財報開出來 哇 讚讚讚 所以就帶動了昨天的美股大漲 納斯達克漲2% 稻熊漲1% 那說這個漲幅大嗎 也沒有到真的很大 可是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講過了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台股很弱 全世界就跟台股一樣弱 不是喔 國際股市 美股的形態非常的漂亮 你把線圖打開來看到會非常漂亮 我們今天在投影片裡面沒有放 但是我認為如果投資朋友 你想要看什麼叫做漂亮的形態的話 你就把道瓊打開來 把納斯達克打開來 你就會看到為什麼我們說其實美股的走法非常的強 所以美股在這邊它有一個漸入加進的感覺 大家有體會到嗎 沒有 因為你看台股台股就是一直破底 所以你不覺得漸入加進 但是美股在這邊的走法是漸入加進 前面已經漲了一段 昨天又繼續漲 那這不是叫做漸入加進嗎 所以大家看到國際股市一直漲 台股一直破底 這件事情叫做脫鉤 那好多投資朋友就會問我說 老師啊 你覺得台股是不是會就這樣子一直跌下去 我告訴你不可能 不可能 第一個證據叫做 我們跟韓國股市 韓國南韓跟我們的經濟結構非常像 都是出口倒下 而且大家知道南韓在今年以來的貿易 他們的貿易 狀況是比台灣差很多的 為什麼 我們台灣一直以來都是所謂的順差 貿易順差 我們一直在賺國外的錢一直在順差 只是這個順差好或壞的差別而已 可是南韓今年的經濟狀況 遭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 居然會做到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 你在往外賣東西 賺來的錢跟你進口的錢 居然是貿易逆差 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來講 非常的嚴重 可是韓國股市在現在的走法 比台股強很多 在昨天的節目上面我們說了 這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這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但是脫鉤不會太久 你不可能兩個這麼相似的經濟體 然後台灣又是跟國際股市 連動度非常高的一個股市 那你說這個脫鉤能脫鉤多久 如果今天美股真的要反彈 道瓊真的要再漲3000點 要再漲5000點 難道台股真的會一直破底嗎 我認為機率是不大 這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當今天台股在這邊獨自弱勢 獨自破底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脫鉤時間 已經脫鉤了一段時間 那這個脫鉤時間我認為不會太長 所以代表什麼 如果美股在這邊 漸入佳境 台股在接下來 漸入佳境的機會就會非常大 好的那我們剛才講了可口可樂的財報開得很好 所以你看可口可樂這間公司 可口可樂通常被視為是一個傳產類股 巴菲特超愛 那大家不要喝太多含糖飲料 不要喝太多含糖飲料 但他們的股票好不好 還不錯 在過去5天裡面漲了將近5個百分點 漲了將近5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他的財報裡面來顯示說 有一些的消費品 現在的銷售狀況 跟過去比起來是相對比較好 另外還有通用汽車的部分 通用汽車的漲幅更明顯 在過去5天裡面的漲幅 已經高達將近10% 10% 大家要知道這是大股票 這是大股票 那不是中小型股 有人會覺得漲10%沒有很多 就只是一根漲停板而已 但這是大股票 所以你看到了可口可樂開得不錯 通用汽車開得不錯 就激勵了昨天的美股上漲 可是為什麼今天早上的台股 看起來這麼弱勢呢 有拖油瓶嘛 拖油瓶是誰 盤後 美股的盤後 我們只是說美股的盤後 這間是哪一間 就是Google 這間Google母公司Alphabet Alphabet開財報以後 發現廣告收入不如預期 對於接下來一段時間 他們的未來展望 也是偏向保守來看 所以Alphabet在公佈完財報以後 盤後直接大跌超過6個百分點 拖油瓶啦 這個叫拖油瓶 再來第二間是誰 微軟 我們在用的那個Office軟體的微軟 一樣開完財報以後 在美股收盤以後 盤後開完財報以後 一樣重收6個百分點 理由都是一樣 營收不如預期 對於未來的展望 看得比較保守一點 你會看到最近很多的美國企業 他們對於未來的展望 開始慢慢下修 這是在我們第二季財報裡面 不會看到的狀況 所以這些大公司 已經對於未來 開始看得保守了 那我們知道 股價都是領先的 股價是領先指標 所以當這些大公司 看得保守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知道距離底部 應該是不遠了 他們如果一直保持樂觀 你才要感到害怕 當他們開始悲觀的時候 或是他們已經告訴你說 未來可能不會太好 市場就會把這些消息定價進去 當市場開始把這些消息定居 進去股價以後 那不就代表你的利空 已經反應完了嗎 不要說反應完了 你的利空不是正在反應嗎 因此股價反而容易在這個時間點落底 至少會有一個小的底部 這是我們的觀點 所以其實我們樂見於這些公司 他們對於未來的展望 給我們比較明確的指示 你不要整天跟我們講說 公司好好 公司好好 今年以來有多少投資朋友 就是被基本面騙去 大家看前三季 前兩季的營收這麼漂亮 看前兩季的EPS這麼高 股價怎麼一直跌 你們公司不是一直告訴我們 營業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大家在今年以來 就是被基本面的迷思 一路從萬八做多到現在 不到一萬三千點 那你還要再被基本面 繼續誤導嗎 繼續誤導嗎 所以這些公司他們開始出來 講說一些比較保守的展望 我認為對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我們用比較樂觀積極的方式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你不要覺得這些公司 好像對未來看壞了 那股價就要繼續跌 它確實是會繼續震盪 但是當公司今天能夠坦承 可以更誠實的去面對 他們未來的營運狀況的時候 往往都是股價直跌的 一個領先訊號 所以你看昨天台股跌多少 期貨跌了200點 期貨我們做台子期跌了200點 市場好悲觀 因為台股又破底 12682也被跌破了 但是在昨天節目上面 我們告訴大家 情緒反而不用悲觀 我認為在這一段的行情裡面 市場的投資朋友 受到情緒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千萬不要有一個習慣 很多投資朋友都有一個習慣 你看到行情在大漲的時候 你就好興奮好樂觀 覺得這個指數就算一飛沖天 但是當今天指數 或者是當今天行情在不好 在震盪的時候 在台股下跌的時候 你又開始悲觀了 那我認為這個算是一種人性 或者是就是人之常情 本來我們看到的行情在漲 就是要普天同慶 大家都開心 我也幫大家開心 可是在現在的行情裡面 我認為這種情緒都是多餘的 你在大多頭的時候 你看到漲當然開心 當然要興奮 你當然要樂觀 可是在現在的行情裡面 你看到大漲難道你要興奮嗎 我認為不行 但你看到現在的行情大跌 難道你要跟著悲觀嗎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等一下我們後面來討論好了 我們放到後面來講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 大家去想想看 在過去這一年 2022年裡面 大家在交易上面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邏輯 用什麼樣的情緒 來去看台股 我相信你只要有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你會很清楚知道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告訴大家 你反而不用悲觀 那麼你看 早上台股在這邊上下陣上下陣上下陣上 看起來好像弱弱的 隨時都要破底 隨時都要破底 結果在大家一片悲觀的情況之下 台股就拉了 我很老實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有很多的客戶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真的有在問我說 老師你在這邊 為什麼會忽然想要看多 為什麼你會偏多看待這個行情 說實話 我們在這邊 講了好久好久後 我們提出了很多的證據 提出了很多的說法 跟大家好好的去做說明 但是你看到行情在跌的時候 你是不會認同的 這個我們都知道 因為你看到行情在跌 你就會覺得這個行情 就是悲觀 那講了這麼多 或者是有這麼多的證據 那我們沒有看到行情漲之前 情緒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你真的等到拉了100點以後 你會發現 對耶 怎麼開始樂觀起來了 難道真的要在這邊 你要樂觀起來了嗎 還不行嗎 為什麼 我說過了這個震盪的行情 會一直到11月 你要等到10月底結束 那11月初為什麼 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因為11月初有FOMC 利率決策會議 當今天利率決策會議完以後 有沒有一些新的資訊會進來股市 一定有 一定有 你利率決策會議開完以後 會有所謂的會後記者會 這個會後記者會 上面就會有新的資訊 那這些新的資訊 有沒有可能變成新的點火題材呢 當然有嘛 當然有 那有非常多的證據 我們都有非常多的數據跟研究 是可以告訴我們 台股真的在這個位置上面 大家不要太悲觀啦 不要太悲觀 你聽完我整個節目 一直在講這些東西 我們要傳達給你的訊息 都非常的簡單 都非常的簡單 那我希望大家有一個認知 你不要看到台股漲的時候 你才要樂觀 你不要等到台股真的漲的時候 你才要樂觀 因為通常等到台股真的漲上去的時候 當你開始樂觀的時候 其他人也開始樂觀 行情常常會在這個地方出現轉折 今年的行情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那你看喔 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 這個地方不是悲觀的時候 因為其實台股從15000點跌下來 我請大家回想一下8月初 那個時候美國開了CPI 低於市場預期 美股一路噴 台股一路漲 我們在15000點看空 開始做空 結果台股漲到多少 15475 多漲500點 那個時候的投資朋友 老師問我什麼 雞老師你要不要翻多 雞老師為什麼你在這個地方看空 老師我們的空單好像這個地方出現虧損 要不要先回補 那個時候是在15000點之上 那我們有因為這樣子就改變嗎 我們有因為這樣子就回補空單嗎 沒有 我們反而它是越漲我們越空 我們對於行情的一個看法 是有數據在支持的 那我們只要掌握好了交易策略的方向 我們就是認真執行就好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在8月到9月這段 我們一直做空 做空到什麼時候 我說過了9月30號 你去看我的節目 9月30號這天我們翻多 當然翻多完以後漲了一段又被修理 被美國的晶片法案修理 但無論如何至少從15000點跌到13300點這段 我們的會員朋友是完全閃過的 先不要講到底有沒有賺錢啦 至少我們是沒有賠錢的 那你說我們在國慶連假完以後 你美國晶片制裁法案一出來 黑天鵝啾的飛出來 他飛出來以後大跌600點 我們是不是馬上在調整我們的交易策略 幹嘛開始出多單開始放空 但你仔細看台股從國慶連假完以後 這一段這一個區間500點 就500點而已 台股就是在這個500點的空間裡面震盪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500點震盪你要悲觀呢 前面跌2000多點都不悲觀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震盪500點你要悲觀 大家想一下嘛 你看而且為什麼我們一直在節目 一直在我們的群組裡面的分析 都要把我們的看法講得很清楚 我不希望讓投資朋友猜啦 讓你猜沒有意義嘛 我們怎麼看一定會有一個看法嘛 那沒有看法我就會告訴你沒有看法 我告訴大家現在的方向就是沒有方向 但這個是我的看法 而我也承諾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我們一定會把最真實的看法告訴你 我不會看多然後跟你講空 我也不會看空跟你講多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多我就跟你講多 我看空我就跟你講空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就告訴你說 在震盪的過程有機會破底 那你看到真的破底的時候 你只會想到啊 季老師已經有講過了 既然我們已經是在預期的情境之內 代表行情我們的掌握度是高的 那既然行情的掌握度是高的話 大家就不需要跟著恐慌嘛 我相信這個邏輯大家能夠接受 那麼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在錄影之前 其實我在Telegram上面 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節目講的 很多人在一萬五支 台股一萬五千點之上 信心滿滿 好希望手上要有越多的股票越好 好像手上有現金的都是笨蛋 在這邊放空的都是笨蛋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幹嘛放空嘛 你那個時候一萬五千點之上 你信心滿滿 為什麼現在到了一萬兩千七百點的時候 股價變得這麼便宜 你要悲觀 這不是很矛盾嗎 我希望拋出這個問題 是要讓投資朋友思考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啦 沒有告訴你說股價在這邊 就是馬上要止跌 然後馬上要反彈 馬上要大漲 不是 但是你的情緒上面 有的時候你稍微回頭一想 你會覺得自己好矛盾喔 為什麼我要在萬五樂觀 為什麼我要在一萬兩千七百點的時候悲觀 那就代表你被市場的漲跌 影響了你的情緒 但這些情緒 我說過都是多餘的 都是多餘的 所以我們一樣告訴大家 幫大家預期的目的 是要讓大家不要被這些情緒影響太多 交易是一件很理性很有邏輯的事情 那我再強調一次 對或錯這件事情 沒有人能夠事前保證 就像我也不知道今天會大漲 但是我可以在昨天告訴你說 我的看法沒有那麼悲觀 但到底台股今天會不會大漲 我們要現在才知道啊 至於我認為這個震盪就是會到10月底 所以到10月底 以前台股都會維持這樣子的走法 都會維持這樣走法 所以大家不要被每天這樣子漲漲跌跌 嚇到了 因為這段時間台股的波動很大 那台股的波動很大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不要被影響太多了 說完全不被影響 不可能嘛 你看到點就覺得哇好痛苦 看到漲就覺得哇好開心喔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說你不能有情緒 而是在你有情緒的時候 你要去想想看 這樣的情緒 到底對你的交易有沒有幫助 那我在最後啊 其實今天的節目 我們也沒有講太多的東西 昨天有一些經濟數據公佈 但我認為這些經濟數據 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啦 那當然有必要的話 我們一樣會拿出來講 但是在節目的最後 我想要跟我的會員朋友 稍微的聊一下天 那其實這段期間裡面 我們也知道嘛 10月 如果你是從10月以後進來的 你會發現 基老師你怎麼在這段時間裡面 好像操作都比較保守一點 然後呢 好像我們也沒有賺到什麼大錢 我們雖然也沒有虧到什麼大錢 可是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那我要告訴投資朋友的是 其實台股大概有7成左右的時間 都是在橫盤震盪 真正有趨勢的時間 並不會太多 你不會看到指數這樣子 一路往上攻擊 你也不會看到指數這樣一路往下跌 這種情況都是少見的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震盪 所以我們不可以就是有一種想法說 我就是跟著基老師做以後 我們每天都要賺錢 這件事情很難 我很坦白告訴你 不可能我做不到 因為沒有每天都有行情 但是我們在做的工作就是 持續做好工作 持續做好研究 然後我們了解到市場現在在做什麼以後 我們就是等待機會出現 我們在今年以來每一次賺大錢 我們包含是6月7月8月9月 做多或做空賺大錢的話 都不是一做多我們就賺 也不是我們一放空就賺 而是我們都是先提前 用前瞻性的策略來去做佈局 等到時間點真的開始發生的時候 事件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績效就會很快速的拉開 但是當你看到了我們的績效很好 然後開始拉開的時候 你沒有趕快跟上的話 其實你就要等到下一波了 所以提前布局的重要性就是在這邊 我們不能期待每一天都有行情 而是要在還沒有行情出現的時候 就先做好準備 那我的投資朋友 我的會員朋友都非常的理性 這點我知道 我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認為這個東西是一個信任 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 那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一定要把該做的動作做好 那麼為什麼說是非常理性呢 因為在這一段行情比較正當的時候 大家都是跟著我們一起 有耐心的去等待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 也不會說有那種謾罵 不理性的謾罵 我認為這件事情做的真的是 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們有遇過就是 當然有些人會有情緒 但這些都是合理的 我想要表達的是 當今天大家能夠理性的去看待 這個行情的情況之下 每一次的大行情出現 你都不會錯過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有太多的情緒來干擾 那麼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跟大家承諾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你獲利 但是我能保證一定帶你做正確的事情 一定會帶你去做正確的事情 那只要有不對的地方 我們就馬上修正 那只要今天機會一出現 一定帶大家好好把握 所以這段時間雖然行情比較正當 比較難以讓人忍受 但是請大家一定不要在這個地方悲觀 如果你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不要悲觀 如果你是我們的會員朋友的話 你就跟緊我們的操作腳步 後面的行情絕對不會錯過 那也大家都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因為有我在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